有一次弟弟买了活的螃蟹 我到厨房给他们念了三规和佛号 叫他们也求生净土 念得很小声 厨房前面就是客厅 家人都在那里 我怕大声会让他们听到 因为他们不学佛 不懂道理 怕他们造口业 但是我又担心 我如此小声念佛 螃蟹不能听到 如果听不到 他们还会得利益吗 他们还是得利益 你的念头到了 念力 就是对他们的帮助 他们能够感知到 而且你能够敢佛 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加持他们 所以只要他这个佛号真听进去了 他们来生 就会从恶道处理 下面问 如果我私自放了螃蟹 就会让我弟弟很不高兴 家人也因此造口业 是不是面对活的螃蟹 在这种情况下 我也不能将他们放生 还是为了救他们 不顾及家人的感受而放生 这确实也要照顾到家人 要跟家人说 不要杀生 你杀生不要让我看到 否则我一定要放 你要你的坚持 你说的正理 家人也会 这个让步 那么 实在他不肯让步 那是他们的非要造这个恶业 要杀生 你呢 也只好随顺 在旁边给他们念佛 助导他们 聊此 命在 往胜净土 问 我的家人知道我学佛 所以不让我煮螃蟹 可是我又想 家人煮了活的螃蟹 也会承受痛苦的果报 那我是不是应该亲自煮了他们 替家人承受果报呢 可我真的这么做 又犯了杀生戒 但是面对家人将来定会承受果报 我明知道却不代替他 是不是也不慈悲 不算是学佛呢 是不是没有菩提心呢 我对他们讲过为什么要吃素 但是他们不能理解 而且会冒出许多奇怪的问题 我说服不了他们 讲道理呢 他们又不能接受 甚至很固执 我一直无法说服他们 我真不知道怎么做 这个你不可以带他们杀 实际上你带他们杀 也没有办法消除他们的罪 为什么呢 你是为他杀呀 那罪还是要记得他们头上 他们愿意杀 所以呢 你就随着他们去 你自己被在罚业了 要不然你也有一份 所以最好是多给他们讲 吃素的好处 还有啊 这个杀生的果报 多讲一些案例 我们现在讲这个静宗根本界 讲很多 你都可以放出来 给他们听一听 他真把英国道理听明白了 他就起敬畏心了 他畏惧了 就不敢造啥业了 所以你要坚持 你要这个努力的 来向他们介绍 但是呢 也不要让他们盛烦恼 在欢喜心情的时候 容易接受正法 好